美国加息后 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 跟风加息闹哪样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GoMarkets热点话题解析 我是Rick 最近各国央行陆续的推出了加息的消息 并且都加息了50个基点 那么为什么会跟风加息呢 要想知道这个问题 我们就要知道 如果不跟风加息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今天我们就把加息和降息 对经济的实际影响一次性讲明白 举个例子 在美国降息周期的时候 去银行贷款是非常容易的 利率也特别的低 然后很多人就去银行贷款了 把这些钱带到发展中国家去投资 因为在发展中国家 有很多的模式也是可以直接复制 可以投资工厂 也可以投资房地产 这一波投资下去 又是建厂雇工人 就像现在的越南似的 搞的是热火朝天 大家就开始觉得 经济这么好 是不是该投点房地产呢 然后房价就开始上涨 房价的上涨 就会吸引更多的人去投资 从银行贷更多的款 房价进一步上涨 工厂一片大好 过一些年 涨到高峰的时候 美国突然说要加息 那这些投资出去的美元 就得回美国了 于是高位套现 就把当地给收割了 拿着100万美元 到了某个发展中国家 可能会带着150万美元离开 那等到这个国家的房地产 和其他的资产跌到底 美元的下一个扩张周期 又开始了 于是就又有人 拿着美元来投资了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 主要是因为全世界都需要美元 那人类最早的时候 是没有货币的 都是以物一物 你用你家里的牲畜来换我的大米 那贸易是早于货币的出现的 但是问题就在于 有的时候 你的需求并不是我的需求 所以就需要一个中间的商品 来解决需求不对等的问题 那历史上 贝壳 黄金 白银和铜 都承担过这个 一般等价物的角色 后来就慢慢的变成了荷兰顿 然后是英镑 再到现在的美元 那么可不可以不使用美元呢 理论上讲也是可以的 如果沙特正好需要一个亿的工业品 比如说像纺织品 中国正好需要一个亿的石油 那么完全可以互换 但是世界上没有这么多正好的事情 这段时间 俄罗斯也是受到了制裁 很多朋友讲 今后俄罗斯只要从中国进口商品 中国进口俄罗斯的原油 不就可以了吗 表面上看是这样的 但是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因为 俄罗斯每年需要大量的机械设备 像车床机床 钻油的还有挖矿的设备等等 那这些设备主要是产自于德国荷兰 还有美国这些国家 这也是为什么俄罗斯需要保持一定的外汇储备 那不然的话 等到钻探设备出了问题 得不到良好的维护 就连油都开采不出来了 那有句话是这么讲的 货架上的商品是中国的 工厂里的设备是德国的 实验室里的器材是美国的 说的是商品啊 中国基本上什么都可以生产 只要有图纸有原材料 但是呢工业车船和设备还是依赖德国 实验室里的高端设备还有试剂 可能都要从美国进口 那现在啊中国的问题是 加工精度上比较粗糙 每个零件差一点 最后组装起来就差了一袋 很多高端的设备啊 国际上宁愿要日本的二手货 都不愿意要便宜的中国货 这个是一个现实啊 所以啊俄罗斯在很长的时间 并不能真正的摆脱全世界 只能依赖中国 这个是短时间内很难做到的 那这个问题啊 几乎也是全世界其他国家 共同的一个问题 不可能只依赖某一个国家 所以啊你就需要有美元的储备 目前中国的一堆企业 都欠了好多的美元债 甚至啊在破产的边缘的房地产公司 他们也欠了一堆美元债 他们借钱的利息啊非常高 动不动就是8% 10% 那每一次美元的放水 美国的资本家呢拿到钱之后 在美国国内没有什么投资的机会 就跑去啊这些发展中国家 投资建厂啊或者是啊 直接贷款给你 就比如从美国的银行 以4%的利率拿到了钱啊 再以8% 10% 再借给啊其他国家的需要的人 那中间的一个4%到5%的一个利差 也是非常高的 但是这种事情也是非常常见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 请记得为我们点赞评论以及转发